中佳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宋一轩 不少公家单位的办公室 都会有一台影印机 不过在基隆市警局 这些影印机全都摆放在走道上 一度让人以为准备报修 经过查访 原来这些影印机 长期摆放在室内使用 不仅产生了碳粉以及光害 可能还会对人体有害 但是碍于办公室的空间小 只能先将影印机摆在走廊上 也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象 一走进警察局 仔细一看 一二三四五六 总计六台影印机 就放在走廊上 到底怎么一回事 明明是办公厅社 影印机怎么会放在走廊上 而且刚好分配一台一间 这样奇特景象 就出现警察局各楼层走廊上 员工似乎已经习惯 原来这些每天必须接触的影印机 运作时发出声响 今晚声音不大 但机台后方吹出的热风 加上影印机瞬间发出的光害 长期下来对人体可能造成伤害 尽容警察局听色老旧 各颗办公室空间有限 只能暂时将影印机摆在门口 同仁见怪不怪 在里面第一个密闭式空间 它这个梗层它就有那个一些 飘站 飘站 因为如果印印上没感觉 延续印的时候 那个很多 那个有梗 第二个就是热气 你看刚好 以前是摆在那个座位区 如果有来宾来的 那个贵宾来的时候 你看那个气都往贵宾这边飘就化 走廊上摆满影印机 看在外宾眼中 公家机关似乎觉得奇怪 但警察局却很无奈 强调只是暂时性的权益措施 本机为老式建筑 空间不大 那同仁在办公室内影印 会产生大量的废弃跟光害 那有部分同仁呢 他就把影印机摆在外面 这是一个短期权利的措施 未来我们有一个长眼的规划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 再做全盘的规划 影印机原本是办公室的好助手 但产生的热风及粉尘 却可能威胁到人体健康 警察局过去影印机都摆在室内 这一回全都放在走廊上 尽管暂时阻绝可能的伤害 但对洽工民众而言 恐怕觉得是另一种奇特景象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和防训步道 已经成为民众散步 见走和跑步的超夯地点 不过以基隆七堵断的防训步道来说 缺乏公共厕所 常常让民众 特别是爱运动的长辈很困扰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邀及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科长 一起到新北市戏纸区的抽水站来参观 希望基隆市政府也可以 效法新北市的做法 基隆和防训步道 已经成为民众散步 见走和跑步的超夯地点 不过以七堵断的防训步道来说 缺乏公共厕所 常常让民众 特别是爱运动的长辈很困扰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及基隆市政府公务处 和川水利科长 一起到新北市戏纸区抽水站参观 希望基隆市政府也可以效法 新北市的做法 呼吁现任基隆市立委 可以协助基隆市政府 向中央争取五亿元的经费 用来改善基隆和 基隆断防训抽水站的厕所和设施 开放让民众解决内急 以及其他服务的问题 讲这个是我们期待很久的 因为这么长的一个基隆和沿案 没有一个公厕 没有一个休闲场所 还有我们这边骑脚踏车的人数也很多 至少像我们江场抽水站 那边还提供给我们市民 骑脚踏车的时候 充气用还有饮水用等等 他还应用附近的闲置的土地 可以做游乐设施 篮球场停车场等等 这个在我们基隆沿岸 我们都看不到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除了我们市政府本身 团队要努力之外 也呼吁我们蔡委员 民生法案第一优先 赶快征集这个敬畏 5亿而已不是很多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科长表示 市政府已经透过相关的管道 积极向中央争取5亿元的经费 希望可以借进双北成功的经验 作为串联基隆河 改善设施来服务基隆乡亲民众 以及外来的游客 今天有机会跟张议员去踏勘 那其实也有机会 真的机会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市府跟也透过相关的一个管道 来跟中央争取这个基隆河串联 加5亿元的一个经费 那我们也会借进这个 不管是新北或台北的一个成功案例 来充分运用这个经费来串联着基隆河的周边 还有基隆市的一个周边的一个设施 跟民生的需求的部分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再加把劲 尽快争取到5亿元的经费 来改善基隆河滨步道的相关设施 让北北基的市民朋友可以享受同样等级的服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明年初立委选战起跑 候选人主打创意文青 争取连任的立委蔡世英竞选总部 给人家捐印小站正式开张 推出了11款印刷的图案 让支持者可以DIY认购 蔡世英更是亲手制作了其中一款 2020台湾要赢的T恤 将在总统蔡英文到访时亲自送上 手里拿着热腾腾的槽踢 立委蔡世英竞选总部 给人家捐印小站正式开张 邀请支持者一起来认购槽踢 11款图案认你选 展现文青风格 立委蔡世英与后援会执行长陈东才 现场示范网板印刷 第一件捐印2020台湾要赢的T恤正式完成 竞选总部将把这件槽踢送给总统蔡英文 过往传统的选战的模式 比较传统我们希望有新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我们是主要在竞选的活动当中 我们希望弄一个比较文青的样子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开始我们 给人家这一个衣服退出之后 我们有许多的好朋友市民都来跟我们想说 想要来购买这件衣服 所以我们现在有开放网路上的购买 那我们今天也开了这样一个实体的一个店面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认为除了给人家 其实基隆有很多丰富具备基隆特色的 这样的一个意象 那我就去最近这几年来 蔡世英跟市长 我们推动了基隆很多城市景观的改变 例如我们看到的政兵彩色屋 和平岛公园等等 那我们希望将这些意象也转化完图案 可以来穿在身上 这也是我们推动捐印的一个重要的发想 捐印小站正式开张 不少支持者捐款认购潮梯 对于明年的立委选举 蔡世英呼吁选民要摆脱 蓝绿对决的旧思维 对我来讲 作为一个国会议员 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最重要就是能够帮助城市来发展 那过去这四年多以来 我们也看得到基隆确实进步了很多 那这过程当中 市应跟邮昌市长 都很努力的每一天想着如何让基隆更好 我认为下一次的选举投票 与其说是政党对决或者谁跟谁出来选 不如说是市民愿意对于市应过去四年来 是不是一个肯定的一个投票 我也相信大多数的市民 会肯定蔡世英过去三年多 在国会问证的表现 选战持续加温 既上次推出了给南依纳的潮题之后 受到热烈回响 候选将竞选总部打造成一文句点 势必吸引年轻族群的票员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真的是爱不间断台北市东兴福轮社特地捐赠了价值10万元的救护床 以及社员个人捐赠了9万元的现金给伊甸基隆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协助态换老旧的设备帮助中心的住民与学员 这也是东兴福轮社连续第五年捐赠给基隆伊甸中心 住民以口琴演奏来感谢台北市东兴福轮社的爱心 因为东兴福轮社今年特地捐赠价值10万元的救护床等物资 以及社员个人捐赠总共9万元现金 给伊甸基隆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协助中心态换老旧设备帮助中心的住民和学员 这也是东兴福轮社连续第五年捐赠物资和现金给伊甸基隆中心 我们东兴福轮社来这边服务大概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这五年中间我带来了四次 其实每一次来心里面都是满满的感动 那我们感动都不曾烧减过 刚刚任务局长所讲的 其实我们东兴福轮社也很高 就是说我们捐出来的钱 其实放到你们这一边 你们也要好好的善用它 然后善用服务在每一位我们这边住民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我们最感动的 那当然我也很感谢我们东兴社的社友 其实对这个案子的一个支持 因为我们结缘结得很深 台北市东兴福轮社的爱心 也受到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的感谢 有一次我们的工作人在推救护床 去跟救护车这样一个连接的时候 那上面就丢到他的手来掉了一块肉 所以他看到这个救护床 他就觉得非常的丢幸 所以我想说也在这边就是也跟我们福轮社 我们社长和税友报告 这些东西来到赛藏中心 赛藏中心都非常的感恩 并且会善用这些设备 然后呢提升我们的一些照顾 也希望说透过这些设备 帮助我们的住民在这里 然后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 伊甸基金会基隆区区长李莲 进一步表示台北市东兴福轮社 看见伊甸基隆的需要 五年来不间断协助中心提升环境和服务品质 以实际的行动抛砖引玉 做工艺不遗余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专门照顾盲朋友的 启明关怀弱势协会 即将举办一个工艺活动 叫做盲人万花筒 9月20日当天 邀请大家一起到基隆海洋广场来参加 首先我要感谢基隆电视台 跟库邦银行这次的协助及支持 我们这次的盲人万花筒 办在海洋广场 9月20日晚上5点 画面上就是这次要举办公益活动的 启明关怀弱势协会 他们专门关心 势力弱势的盲朋友就业 多年来发动社会的温馨力量 而盲人万花筒 就是他们跟外界互动的一个机会点 第一个目的是让盲朋友走出来 跟民众接触 并且把他们的生活形态 介绍给市民 究竟现在势力的问题是大家大众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势力现在关于到我们往后的生活模式 有许多的补具工具是盲朋友现在在使用 而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并没有把它拿来使用 第二个想要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呢 是要有让民众知道 盲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生活 也并且借由这个活动了解盲人 协会方面邀请各界一起来参与盲人万花筒 透过各项的活动跟体验 探索盲朋友内心的世界与感触 一起来关心他们的就业状况 同时也要珍爱我们的宝贵势力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妈妈 这座山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危险的哦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落石 土石流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我土地在山上乱挖 就要关心通募区工所 不 会心危险事就会好 守山护水清山流 不惧落石 土石流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 call in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这是本公司即将发表 搭载全新全席投影技术的手机 管理好 先生 零驾的车已经准备好 这不是我们公司的机密吗 怎么被偷了 停车 停车 你在穿透科技公司上班 今天帮公司签约 在今天的跟着在地达人趴趴走单元中 要带您进入一间位在基隆港旁边的百年建筑餐厅 细细品尝结合基隆在地特色的各式料理 体验基隆在地风情 一踏进店内 映入眼帘的是巨型画作 灰蓝的色调述说基隆特色 进而带出基隆市十大历史建筑 扬名海运大楼的故事 其实我们老板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希望说结合整个基隆市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在壁画的部分 我们是自己在街口拍照 在请师傅帮我们做一个画 画出一个大幅的图案 然后我们自己把它给表框放在我们的墙壁上 那所有基隆的客人来到这里之后 被发现到非常有亲切感 这就是在我家隔壁而已 这是我们老板他的一个想法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找一些画家 来去搭配一下我们这边在地的一些特色 像一些鱼的部分啊海鲜的部分 让有很多客人可以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不只店内气氛家 以基隆特产而研发出的料理也很有看头 竟是基隆新鲜海产组成的主菜盘 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頤 我想今天很幸运来到我们基隆港 地理位置最好的古鸡的这个餐厅来用餐 那我现在所用的这个船长锅呢 非常新鲜 在地的海鲜直送 在这样子浪漫的这个氛围里面 在这个这么棒的美景的旁边用餐 我想是非常的享受 那我想这个我们这个船长锅呢 它有非常丰富的有螃蟹 也有各种的虾 天使虾 胭脂虾 然后还有这些蛤蟆什么的 我想对这个基隆最爱吃海鲜的我们来说 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好地方 而这口感丰富的明太子奶油 鲑鱼意大利面 以及主厨以姜黄炖煮出的西班牙海鲜炖饭 都蕴藏着在地鲜甜的滋味 来到这里还可以在这个骨鸡底下面吃饭 其实除了中餐之外 这里结合了这种在地的海鲜 然后可以融合在意识的炖饭里面 然后是意识的主厨亲自帮你下厨 而且除了吃这个午餐正餐之外 下午的时间呢 通通来这边吃个下午茶 有这个亲自每天主厨自己做的甜点 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限量的产品 每天都可以来这边吃 而且在这个海边的旁边 然后还在骨鸡底下面吃东西 这个非常的有气氛 而且还可以品尝这个 特别的举衡红酒 有这个下午茶可以享受美好的时光 我们餐厅的特色菜的话 是像我们的锅物船长锅的部分 那这是截取我们基隆的海鲜 那里面有一些虾类 有各式各种不同的虾类 白虾啦 天使虾啦 明虾啦 草虾 那再加上续蟹 还有鱼片 小卷 中卷 蛤蜊等等 满满的海鲜会满足所有客人的胃口 这是我们最具特色的火锅类 它的名称叫船长锅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还有意大利面炖饭的部分 这个炖饭的话 西班牙海鲜炖饭 它是目前我们餐厅里面炖饭排名第一名 也是客人最喜欢的餐点之一 它是使用咖喱姜黄结合所有的海鲜下去做一个烹煮 那它的味道口感令所有的客人都占不绝口 这是我们排名第一名的这个炖饭 海鲜炖饭 另外的话我们有这个明太子鲑鱼炖饭 细面以及奶油 我们的柠檬奶油海鲜细面 那柠檬奶油海鲜细面的话 一般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白酱意大利面比较容易腻 但是因为我们加上这个柠檬的口味的话 会让整个口感比较不会吃的那么腻 所以它的在面内的评价的话 算是目前我们的店内第一名的 不只餐点有在地特色 丰富多元的烘焙甜点也深受老饕喜爱 走平价风的下午茶套餐 让顾客可以悠闲的享受基隆风情 店内还复合式经营早餐及伴手礼 给邮轮旅客难忘的回忆 记者陈建勇基隆报导 台北市文山区景东力新开设的乱打秀课程 利用生活中随手可得的物品 当成是打击乐器 学员们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下熟闹病用 开心的敲敲打打 将音乐融入在生活之中 充满许多的变化以及趣味 跟着音乐节奏用筷子敲打回收玻璃屏 景东力新开设的乱打秀课程 学员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 首脑并用 开心的敲敲打打 将音乐融入在生活当中 随手可得的各种物品 都可以拿来当成是打击乐器 充满许多变化以及趣味性 我这一次是参加 文山区景东里的一个活动 这个乱打秀的话 是请一个专门的老师 来这边交打 那我们觉得说 我们这些韵力上的感觉 让我们有增加很多的活动 而且在弹性上的话 让我们有很多参与感 而且很多的收获 很快乐 那也很感谢里长的安排 透过敲打来抒发内心的情绪 可以让身心适度放松 台北市文山区景东里高凤千里长 用心找来在英国伦敦教育学院毕业 拥有30年前能开发教学经验的老师 前来帮社区的民众上课 希望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开心学习 我担任里长以来 就一直希望能够推动里类的一些文化艺术气息 带动整体的一个里类的这个活络 那尤其对身心灵的这种提升来讲 推动身心灵的课程能够带动社区居民走出来 然后都跟大家一起互动 透过音乐的一个疗愈的方式 能够让社区居民的这个身心 能够得到一些满足跟一些抒发 身体的部位也可以因为拍打 而产生不同的节奏和声音 才刚开始第一堂的乱打秀课程 就让每一位前来学习的民众开心不已 专业的指导老师 希望透过音乐悄悄打打不止舒缓身心 也能够达到运动效果 记者例如台北采访不到 大安区虎校里的素描班 找来教学经验20年的萧斌老师 将曾经在剧本从事商业设计的美学功力 传授给前来上课的学员 从素描进入粉彩的课程内容 感受到绘画的乐趣 不同与一般的素描班上课之前 由老师进行带动唱 让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画画 大安区虎校里素描班 找来教学经验20年的萧斌老师 将曾经在日本从事商业设计的美学功力 传授给前来上课的学员 从素描进入粉彩等课程内容感受绘画的乐趣 画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所开设计多课程内容 包括素描班 油画班 等等 一个星期就有七堂课 让民众能够就近学习 礼拜工处这边 就想说 有一个好的礼拜工处 也要做一些有知性性的 比如说开一些课程 像礼拜一有开了口琴班 还有画画班 像现在是开了素描班 那我想说 里面也有银宝族 不一定银宝族 就是里面 社区朋友都可以来这边学习 多一种学习 多一种喜好 已经大概一年多的素描班 在校兵老师专业且活泼生动的教学当中 吸引不少学员持续前来上课 更新增许多想要学习绘画的民众 透过一开始影片播放 让大家先快速掌握素描的基本技巧 循序渐进有方法的教学模式 也让前来上课的学员们 都收获满满 记者李依如台北采访的 接下来是生活资讯 提供给您参考 以上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宋林轩再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阿嬷 这座山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路是很危险的喔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落石土石流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我毕竟在山上乱挖 就要官警通报去工作 不 发生危险事就不够了 从山曝水清山流 不至落石土石流 跟下石蝉盐 维加烊 你这样的话 trousersчас尴灯 汇没 bilingual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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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陪伴他们成长 让孩子们下课后 能到附近的1919陪读班 免费接受课业辅导 品格教育 才艺课程与晚餐 我是假新闻 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 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你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宋一轩 台北市文山区景洞里新开设的乱打秀课程 利用生活中随手可得的物品 能够当成是打击乐器 学员们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之下 手脑并用 开开心心的敲打 将音乐融入生活之中 充满许多的变化与趣味 跟着音乐节奏 用筷子敲打回收玻璃瓶 景洞里新开设的乱打秀课程 学员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 手脑并用 开心的敲敲打打 将音乐融入在生活当中 随手可得的各种物品 都可以拿来当成是打击乐器 充满许多变化以及趣味性 我这次是参加文山区景东里的一个活动 这个乱打秀的话 是请一个专门的老师来这边交打 那我们觉得说 我们这些运力上的感觉 让我们有增加很多的活动 而且在弹性上的话 让我们有很多参与感 而且很多的收获 很快乐 那也很感谢里长的安排 透过敲打来抒发内心的情绪 可以让身心适度放松 台北市文山区景东里高凤千里长 用心找来在英国伦敦教育学院毕业 拥有30年前能开发教学经验的老师 前来帮社区的民众上课 希望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开心学习 我担任理长以来 就一直希望能够推动 理类的一些文化艺术气息 带动整体的一个理类的活络 那尤其对身心灵的这种提升来讲 推动身心灵的课程 能够带动社区居民走出来 然后多跟大家一起互动 透过音乐的一个疗愈的方式 能够让社区居民的这个身心 能够得到一些满足跟一些抒发 身体的部位也可以因为拍打 而产生不同的节奏和声音 才刚开始第一堂的乱打秀课程 就让每一位前来学习的民众开心不已 专业的指导老师希望透过音乐 悄悄打打不止舒缓身心 也能够达到运动效果 记者例如台北采访不到 大安区虎校里的素描班 找来教学经验20年的萧斌老师 将曾经在剧本从事商业设计的美学功力 传授给前来上课的学员 从素描进屋 粉彩的课程内容 感受到绘画的乐趣 不同于一般的素描班 上课之前 由老师进行带动唱 让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画画 大安区虎校里素描班 找来教学经验20年的萧斌老师 将曾经在日本 从事商业设计的美学功力 传授给前来上课的学员 从素描进屋 粉彩等课程内容 感受绘画的乐趣 画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所以先开始画的时候 每个人心情先调整 所以我常常鼓励同学们 大家有个愉快的心情 那我们来教同学 本身就开始事先 就是把这个时间当成一件 很宝贵的时间 带着愉快的心情 然后跟一群同学朋友们在一起上课 大安区虎校里 珍重起里长为了丰富里民们的退休生活 和许多社区里的民间单位合作 在里民活动场所开设许多课程内容 包括素描班 油画班 压画班等等 一个星期就有七堂课 让民众能够就紧学习 里办公处这边 就想说 里办公处 有一个好的里办公处 也要做一些有知识性的 比如说开一些课程 像我有找 礼拜一有开了口琴班 还有画画班 像现在是开了素描班 那我想说 里民也有 那个银法组练 不一定银法组练 就是里民 然后社区朋友都可以来这边学习 多一种学习 多一种喜好 已经开了一年多的素描班 在校兵老师专业且活泼生动的教学当中 吸引不少学员持续前来上课 更新增许多想要学习绘画的民众 透过一开始影片播放 让大家先快速掌握素描的基本技巧 循序渐进有方法的教学模式 也让前来上课的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记者李依如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地震频繁 为了让防灾教育向下抓根 台北市教育局在士林幼儿园举办的 国家防灾日 避难疏散演练 透过实地的操作 提升师生们防灾的知识 与应变的能力 幼儿园的小朋友带着地震防灾头套 在老师的指令下 疏散到安全的空地上 接着老师们回报灾情 并且清点人数 状况解除 大家才井然有序的回到教室 台北市教育局在士林幼儿园举办 国家防灾日 幼儿园避难疏散演练 让防灾教育向下扎根 虽然天气有下雨 但是地震不会看天气的 那今天最主要做几个动作 就是趴下 趴下掩护 然后稳住 那同样的我想说 小孩子像我学游泳 学了以后就不会忘记 脚踏车也是一样 那我们希望养成小朋友的习惯 就好像吃饭 拿筷子这样都不会忘记 就是他养成一个习惯以后 他以后碰到湿起来 他就会很直接的反应 内化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台北市教育局率全国之先 从103年度起 每年办理多场次的防灾智能研习 并且征选防灾教育总指缘 希望提升老师们的防灾专业智能 也让幼儿们进行观摩学习 和实地演练 一入园呢 他不懂什么叫做防灾演练 那我们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呢 幼儿是用观摩的角度 那看大哥哥大姐姐三大五岁班的孩子呢 一起疏散到户外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孩子们就练习就地演绿 老师们呢 会带入简单的游戏 告诉孩子 保护头颈部很重要 所以你要趴眼吻 那就用示范的方式 带领孩子们一起做 透过举办防灾演练 教育局希望各元所都能强化防灾设备 并且提升应变能力 多一分准备才能少一分灾害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0总统大选与立委选举即将到来 为了让新住民朋友了解如何投票 移民署与台北市选委会特别办理 模拟投票体验活动 受邀体验的新住民首投足 表示相当兴奋 可以投下自己神胜的一票 来自美国的中研院院士余文生 来台湾16年 日前取得身份证 也是2020总统与立委选举的首投足 第一次体验模拟投票 体验台式民主 我的感觉吗 很高兴变成台湾人 还有有这个权力投票 很重要 所以明年选举会选投 会 他已经有主义的候选人了吗 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还有从越南来到台湾9年的陈小姐 也是今年刚拿到身份证 她觉得可以自己用选票选出总统 感觉很兴奋 我觉得今天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因为我其实对于选举 在台湾选举什么都不太了解 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 但是今天很清楚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 带我们这样子做 我觉得让我可以明确知道 要怎么投票的手续 在台湾投票的话 就可以直接投给总统 但是在越南 就是人民就投票选出 大概将近500位国会代表 然后国会代表就帮人民 就代表人民选出 我们最高就是主席跟总理等等 所以我觉得最差别就是这一点 为了让新住民朋友了解 如何顺利完成投票 移民署与台北市选委会 特别举办这次的模拟投票体验活动 内政部长徐国勇 与移民署署长邱峰光 以及台北市选委会总干事 也是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长蓝世聪 都来担任一日选务人员 引导新住民朋友认识投票流程 像有的在其他原来的国家 他也曾经投票过 不过在台湾总是第一次很新鲜 那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 就是让模拟我们台湾选举的投票 那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这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 也是我们台湾社会 我们国家民主自由 一个最重要的灵魂 所以这个选举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 让我们新住民朋友先来模拟投票 那也借这个机会来做 我们其他新住民朋友 今年要投票的一些示范 让他们来了解 台北市选委会也向新住民手头足宣导 不能撕毁选票 以及无效票的各种情况 鼓励新住民有投票权的朋友 把握自己神圣的一票 体验真正的台湾民主价值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突然怕热怕冷 小心有可能是糖尿病 一名48岁的男子 过去曾服用抗糖尿病的药物 后来觉得症状减换 便自行停药 最近天气热时仿佛快要中暑 而到有冷气的地方又觉得寒冷 因此求证检查之后发现 原来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血管异常问题 进到冷气房觉得寒冷 忍不住穿起外套 还得喝杯热水暖暖手 小心有可能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 有一名48岁男子 曾经服用抗糖尿病药物治疗 后来觉得没什么症状就自行停药 半年之后出现怕热不容易流汗 进到冷气房又怕冷 求诊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 他之前就已经被诊断为糖尿病 也服用过药物 可是他后来就觉得说糖尿病 就是说他不吃药 也没有什么症状 身体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于是他就自己停药没有再回诊 这次来的时候 是他发觉到他会有一些 这种很奇特的症状 周围的人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在热的环境比别人怕热 然后进入到冷的环境 又比别人特别的怕冷 会想找衣服穿 他想说这是什么症状 他是因为这样子的症状 又回来求诊 医师指出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是吃多喝多尿多还有体重下降 但有些人的症状并不明显 反而是对温度和以往感受不同 身体粘膜发炎 伤口不容易好等等的情况发生 由于血糖代谢隐藏造成 神经还有血管的损害 那这个时候 一些保热的一些功能 像在冷的环境 血管收缩的功能 会受到某种的损害 那还有在冷的环境 使得身体的脂肪产热 来一种抗冷的作用 也会受到损害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会有怕热 又怕冷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医师中民控制血糖 是管控糖尿病很重要的关键 一旦忽略轻则皮肤搔痒 对温度敏感 严重的话则会有 尸网膜病变 肾上病变 尿毒症 心肌梗塞等 不可逆的并发症 因此提醒糖尿病高危险族群 千万要特别小心留意 记得李依儒台北采访不到 上网的事情我懂 打破家用上网高价格 我来 想要随时随地看影片我做 我是BB宽屏 看影片上网一次满足您 每月只要288元起 宿价4128811 本月申办BB宽屏 只要288元起 免费建置加装WiFi 想HP高化级套餐 月月赞颂100元看影片金 宿价4128811 不少公家单位的办公室 都会有一台影印机 不过在基隆市警局 这些影印机全都摆放在走道上 一度让人以为准备报修 经过查访 原来这些影印机 长期摆放在室内使用 不仅产生了碳粉以及光害 可能还会对人体有害 但是碍于办公室的空间小 只能先将影印机摆在走廊上 也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象 一走进警察局仔细一看 一二三四五六 总计六台影印机就放在走廊上 到底怎么一回事 明明是办公厅社 影印机怎么会放在走廊上 而且刚好分配一台一间 这样奇特景象就出现 警察局各楼层走廊上 员工似乎已经习惯 原来这些每天必须接触的影印机 运作时发出声响 今晚声音不大 但机台后方吹出的热风 加上影印机瞬间发出的光害 长期下来对人体可能造成伤害 竟用警察局听色老旧 各科办公室空间有限 只能暂时将影印机摆在门口 同仁见怪不怪 在里面第一个密闭式空间 它这个梗层它就有一些飘站 因为如果印印上没感觉 延续印的时候那个很多 那个有梗 第二个就是热气 你看刚好 以前是摆在那个座位区 如果有来宾来的 那个贵宾来的时候 你看那个气都往贵宾这边飘就发 走廊上摆满影印机 看在外宾眼中 公家机关似乎觉得奇怪 但警察局却很无奈 强调只是暂时性的权益措施 本级为老式建筑 空间不大 那同仁在办公室内影印 会产生大量的废气跟光害 那有部分同仁呢 他就把影印机摆在外面 这是一个短期全力的措施 未来我们有一个长眼的规划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 再做前盘的规划 影印机原本是办公室的好助手 但产生的热风及粉尘 却可能威胁到人体健康 警察局过去影印机都摆在室内 这一回全都放在走廊上 尽管暂时阻绝可能的伤害 但对洽工民众而言 恐怕觉得是另一种奇特景象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基隆和防训步道已经成为民众散步 见走和跑步的超夯地点 不过以基隆七堵断的防训步道来说 缺乏公共厕所 常常让民众 特别是爱运动的长辈很困扰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邀及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科长 一起到新北市戏纸区的抽水站来参观 希望基隆市政府也可以效法新北市的做法 基隆和防训步道已经成为民众散步 见走和跑步的超夯地点 不过以七堵断的防训步道来说 缺乏公共厕所 常常让民众 特别是爱运动的长辈很困扰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邀及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和川水利科长 一起到新北市戏纸区抽水站参观 希望基隆市政府也可以效法新北市的做法 呼吁现任基隆市立委 可以协助基隆市政府 向中央争取五亿元的经费 用来改善基隆和 基隆段防训抽水站的厕所和设施 开放让民众解决内急 以及其他服务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我们期待很久的 因为这么长的一个基隆和沿岸 没有一个公厕 没有一个休闲场所 还有我们这边 骑脚踏的人数也很多 至少像我们江场抽水站 那边还提供给我们市民 骑脚踏的时候充气用 还有饮水用等等 他还应用附近的闲置的土地 可以做游乐设施 篮球场 停车场等等 这个在我们基隆沿岸 我们都看不到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除了 我们市政府本身的团队要努力之外 也服务我们蔡委员 民生法案第一优先 赶快征集这个敬畏 五亿而已 不是很多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和川水利科长表示 市政府已经透过相关的管道 积极向中央争取五亿元的经费 希望可以借进双北成功的经验 作为串联基隆河 改善设施来服务基隆乡亲民众 以及外来的游客 今天有机会跟张议员去踏勘 那其实也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市府也透过相关的一个管道 来跟中央争取这个基隆河串联 加以五亿元的一个经费 那我们也会借进这个 不管是新北或台北的一个成功案例 来充分运用这个经费 来串联着基隆河的周边 还有基隆市的一个周边的一个设施 跟民生的席域需求的部分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再加把劲 尽快争取到五亿元的经费 来改善基隆河滨步道的相关设施 让北北基的市民朋友 可以享受同样等级的服务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明年初立委选战起跑 候选人主打创意文青 争取连任的立委蔡世英竞选总部 基隆小站正式开张 推出了11款印刷的图案 让支持者可以DIY认购 蔡世英更是亲手制作了 其中一款2020台湾要赢的T恤 将在总统蔡英文到访时 亲自送上 手里拿着热腾腾潮梯 立委蔡世英竞选总部 基隆小站正式开张 邀请支持者一起来认购潮梯 11款图案任你选展现文青风格 立委蔡世英与候员会执行长陈东才 现场示范网板印刷 第一件捐印2020台湾要赢的T恤 正式完成 竞选总部将把这件潮梯 送给总统蔡英文 过往传统的选战的模式 比较传统 我们希望有新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我们是主要在竞选的活动当中 我们希望弄一个比较文青的样子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当开始我们给人英雅这一个衣服退出之后 我们有许多的好朋友 市民都来跟我们想说 想要来购买这件衣服 所以我们现在有开放网路上的购买 那我们今天也开了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店面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认为除了给人英雅 其实基隆有很多丰富 就具备基隆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意象 那我就去最近这几年来 市民跟市长 我们推动了基隆很多城市景观的改变 例如我们看到的正兵彩色屋 和平岛公园等等 那我们希望将这些意象也转化完图案 可以来穿在身上 这也是我们推动捐印的一个重要的发想 捐印小战专事开张 不少支持者捐款认购潮梯 对于明年的立委选举 蔡市印呼吁选民要摆脱 蓝绿对决的旧思维 对我来讲 做一个国会议员 做一个立法委员 最重要就是能够帮助城市来发展 那过去这四年多以来 我们也看得到基隆确实进步了很多 那这过程当中 市印跟右昌市长都很努力的 每一天想着如何让基隆更好 我认为下一次的选举投票 与其说是政党对决或者谁跟谁出来选 不如说是市民愿意对于适应过去四年来 是不是一个肯定的一个投票 我也相信大多数的市民 会肯定蔡市印过去三年多 在国会问证的表现 选战持续加温 既上次推出了给南英纳的潮题之后 受到热烈回响 候选人将竞选总部打造成一文据点 势必吸引年轻族群的票员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导 真的是爱不间断 台北市东兴福伦社特地捐赠了 价值10万元的旧护床 以及社员个人捐赠了9万元的现金 给伊甸基隆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协助态换老旧的设备 帮助中心的住民与学员 这也是东兴福伦社连续第五年 捐赠给基隆伊甸中心 住民以口琴演奏来感谢 台北市东兴福伦社的爱心 因为东兴福伦社今年特地捐赠 价值10万元的旧护床等物资 以及社员个人捐赠总共9万元现金 给伊甸基隆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协助中心态换老旧设备 帮助中心的住民和学员 这也是东兴福伦社连续第五年 捐赠物资和现金给伊甸基隆中心 我们东兴福伦社来这边 服务大概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这五年中间我带来了四次 每一次来心里面都是满满的感动 那我们感动都不曾烧剪过 刚刚郑子剧长所讲的 其实我们东兴福伦社也很高 就是说我们捐出来的钱 其实放到你们这一边 你们也要好好的善用它 然后善用服务在每一位 我们这边著名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我们最感动的 当然我也很感谢我们东兴社的社友 其实对这个案子的一个支持 因为我们结缘觉得很深 台北市东兴福伦社的爱心 也受到伊甸基金会 基隆区的感谢 有一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推救护床 去跟救护车架一个连接的时候 那上面就丢到他的手 还掉了一块肉 所以他看到这个救护床 他就觉得非常的丢险 所以我想说也在这边就是 也跟我们福伦社的社长和税有报告 这些东西来到身上中心 身上中心都非常感恩 并且会晒用这些设备 然后提升我们的一些照顾 也希望说透过这些设备 帮助我们的住民在这里 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 伊甸基金会基隆区区长李莲 进一步表示台北市东兴福伦社 看见伊甸基隆的需要 五年来不间断协助中心提升环境 和服务品质 以实际的行动抛砖引玉 做公益不遗余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宋玲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设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本月申办BB宽评 只要288元起 免费建置加装WiFi 像HD高画质套餐 月月赞送100元看片金 速下4128811 上网的事情 我懂 打破家用上网高价格 我来 想要随时随地看影片 我做 我是BB宽评 看影片上网 一次满足您 每月只要288元起 速下4128811 月圆人团圆 却有许多长辈 独自忍受寂寞 华山基金会 邀您一起爱老人 小雅出生后 妈妈就离开了 爸爸酗酒严重 长醉倒路边 害得她有一顿没一顿的 台湾有许多像小雅一样的 弱势家庭孩子 需要我们用爱 来陪伴他们成长 让孩子们下课后 能到附近的1919陪读班 免费接受课业辅导 品格教育 才艺课程与晚餐 我是贾静雯 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 餐餐有饭吃 救助弱势家庭 救权一套 这次本公司即将发表 搭载全新全席 投影技术的手机 这是你要的绿茶 怎么知道我要喝绿茶 喂 你好 先生 您叫的车已经准备好 并且已在大门口供后 祝您旅途愉快 这不是我们公司的机密吗 怎么被偷了 停车 停车 你在穿透科技公司上班 今天帮公司签约喔 你要活天生日 这是她最爱的口味 昨天你要到南部出差 下礼拜公司有健康检查 要记得喔 不错嘛 昨天